第2231章母亲的棋息 龙银夹杂着寿吼 还伴随着倒倒马的思鸣 骤然自高空传来 一头体长千丈 龙手马身 浑身覆盖着一层白色鳞片的纯白龙马 自云端探出脑袋 冲韧瓶声低音 呵呵 饿了吧 这些都是给你的 韧瓶声大笑 大秀一甩 顿有大量烤熟的牛羊猪狗飞向半空 然后被龙马一口吞下 牲畜虽多 可对于身躯庞大的龙马而言 这点食物 连腮牙缝都不够 剩下的 等到了目的地再给你 任平生笑道 可那副嘴脸 怎么看 都像是拿糖诱惑小孩子的坏叔叔 这就是麒麟角龙马 赵放略有些失望 因为 他在这头龙马身上 并未感受到太多的麒麟血脉 小字 上去吧 任平生笑盈盈望着赵放 那目光 如先前对待龙马一样 引带着促侠的坏笑 传闻 龙马性情高洁 极难驯服 寻常修饰 也说其在他背上 就算与他并驾齐驱 都很难做到 那家伙居然想要 驾驭麒麟角龙马 这下子怕是有大乐子可看了 九楼那群跟出来观望的强者们 在惊叹麒麟角龙马的神意之后 都不由看向赵放 神情带着几分戏谑与嘲讽 赵放突然明白 任平生为何这般爽快 同意自己来驾驭麒麟角龙马了 果然存着几分小心思 见赵放盯着自己看 任平生脸部红心不跳 黑黑笑着 一脸的理直气壮 好像那准备坑人的不是他一样 去吧 别让他等急了 他可没什么耐心 任平生平静道 可怎么听 这声音都透着一股幸灾乐祸的味道 赵放皱眉 心道这位化神大能也太恶趣味了吧 自己只是随口拒绝了他一两次 静着颁整自己 闹哪样啊 任平生如果知道赵放想法 一定会说 我任平生请人喝酒 还从未被人拒绝过 你既然敢拒绝 就应该做好这方面的觉悟 点 然而 史料未及的一幕出现了 麒麟角龙马察觉到任平生生叛的赵放 琥珀般大的眼珠内 露出疑惑之色 总觉得那年轻人身上有股很熟悉 很吸引自己的气息 不自觉的 龙马身躯盘动 那惊人的大脑袋 落在赵放面前 那垂手低头的姿态 儼然在请赵放登临其背 赵放微微一正 思想到什么 唇角勾起一抹淡笑 率先飞身上前 他在龙马背上 龙马本能抗拒性的挣扎了下 但很快 他又自行稳定了下来 那庞大的龙脸上 露出一丝陶醉渴望的神情 宛如婴儿回到母亲怀抱一般 我靠 这什么情况 任平生眼睛一瞪 龙马这副神情 他可是从未见过 至于主动俯身 他都没享受过一次 尼玛 玩脱了 虽然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 但任平生知道 这次亏大了 不但没坑到赵放 反倒让他大出风头 还特么搭上麒麟角龙马 简直亏大了 这奇鬼的一幕 彻底两下酒楼强者的双眼 都觉得自己看到了甲龙马 说好的高洁凛然不可侵犯呢 居然随意就让一个陌生人进身 这特么不科学啊 好在龙马对于随后想骑成的百花沙等人 表示极大的抗拒 让这群人稍微找到一点真实感 让他们上来 照放开口 竟在命令龙马 任平生当即挑眉 老子的龙马 岂会听你的 可下一幕发生的事情 却让他郁闷的几乎要吐血 龙马在犹豫了下后 微微点头 对于百花沙等人的靠近 不再抗拒 让他们站在自己的背上 我靠 这特么怎么回事 这不是任平生的麒麟角龙马吗 总感觉 任平生是一个假主人 四周的议论 让本就窝心的任平生 更为郁闷 几乎都要吐血 任前辈 就差你了 你再不来 小龙就要走了 赵放在招呼任平生 走 任平生都想哭了 这可是我的麒麟角龙马 以忠诚高洁闻名 什么时候叛变得这么快 而且 小龙是什么鬼 不过 赵放这话倒是提醒了他 此事在酒楼前 人多眼杂 不宜张扬 他飞身上了龙马 龙马掉头摆尾 中宵而上 眨眼消失 下方人群中 魁狼一行人 直直盯着麒麟角龙马消失的方向 眼眸露出一丝阴沉的杀意 这家伙运气倒是不错 居然碰上了风雨见任平生 魁狼声音充满不甘 他尾随而来 本以为此次能一举拿下赵放 不曾想 遇到了任平生 任平生对待赵放的态度 让他吃不准 犹豫了下 并没有上前 魁狼大哥 就这样放过那小子 狗头男子问道 你特么以为我想 那可是任平生 连白妖猴大人 也不愿招惹的存在 若是惹他动怒 随手拍死我们 那没人会替我们报仇 魁狼外粗内戏 自然不会因为赵放 搭上自己小命 那就这样算了 狗头男子有些不甘 算了 开什么玩笑 魁狼冷冷一笑 虽然不知什么原因 任平生对他另眼相待 可我不信 任平生会一直护着他 而且 三山采药大点就要开启 那家伙铁定也会参加 只要进入药山 想要收拾他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狗头男子想了想 觉得魁狼说得在里 不由点了点头 魁狼大哥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回去 巨石禀报 魁狼转身 目光最后看了 眼龙马离去的方向 眼眸闪过一丝冰冷杀意 小林 这怎么回事 龙马背上 任平生表面上喝着闷酒 实际在传音询问龙马 你是说 这家伙身上 有一股极为吸引你的气息 好像母亲的气息 得到答案后的任平生 表情有些古怪 难道 那小子是母麒麟 这个笑话有点冷 却也让任平生捕捉到了一点亮芒 麒麟 非 他身上有与麒麟有关的宝物 或者 拥有麒麟血脉 第2232章莲花岛 于成风 不可能 至孙先受麒麟的血脉何等稀有 这家伙出身普通 又怎会有这等高贵血脉 任平生目光一闪 又觉得不太可能 可若非如此 又怎么解释龙马面对赵方时露出的那种天然亲近感 那个 你 任平生张口 想当面询问 可画到嘴边 又咽了下去 心道 我堂堂画神强者 需要不耻下问的请教一个选单 若是传出去 我颜面往哪里放 赵方看了过来 见任平生一脸纠结 心中一动 猜到他想问什么 没有回答 唇角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 这模样 落在任平生眼里 让他心里一个咯噔 莫非 是我看走眼了 这家伙体内真有麒麟血脉 任平生目光一明 并进去看赵方 却意外发现 只能看到最表面的东西 比如修为 再深层次的东西 却都被一层雾气笼罩 怎么也看不透 看走眼了 任平生顿时明白过来 深深看了赵方一眼 赵方表面淡定 实际上也紧张得不得了 万一真被看穿 其他不说 套铁灰谋 杀自令 都会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万幸的是 其天也果然非凡 竟挡住了窥探 但这种被窥探的感觉 让他很失不爽 不想再有第二次 前辈 赵方声音有些冰冷 苛苛 欠抱歉 任平生甘咳一声 崛起酒坛 来来 我请你喝酒 赵方脸色一黑 心到这祸除了喝酒就是喝酒 也不知道怎么修炼到化神境界的喝酒 这两个词 宛如灵光乍现 浮现脑海的瞬间 赵方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久违的家伙 此次三山才要大典 堪称山海界一大盛事 那个家伙 也应该回来吧 赵方目光闪动 突然发现 自己也并非孤军奋战 若能运用他的力量 虽不能与仙道门抗衡 但自保足矣 时间 在任平生的不断劝酒 赵方至枝部里的尴尬中快速度过 很快 麒麟角龙马速度减缓 出现在一片岛屿之上 从高空俯瞰 脚下这片岛屿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莲花 雾气朦胧 添了几分神秘的美感 岛上散发着阵阵惊人的先阵波动 那其心让赵方心计 他可以断定 就算是普通化神强者陷入此阵 也绝对讨不到好处 因为 那是七品仙阵独有的气息 呵呵 这莲花岛怎么样 任平生凑了过来 颇有些得意的笑道 这就是散修联盟老巢 什么老巢 只算是一个注点而已 任平生满不在乎道 因为三山采药大点的缘故 散修联盟特意在天穷山附近 选了一处岛屿 作为常用注点 算是散修联盟的一个分布 不光散修联盟 其他大势力 如仙道盟 三山之类 在天穷山各处 也都有分布注点 麒麟角龙马 是风雨前辈回来了 快开启仙阵 莲花岛内传出修士的声音 散布在岛屿全境的上百朵莲花瓣中 有一半缓缓绽放 献出一道门户 走 任平生大秀一辉 国企麒麟角龙马 以及赵放等人 眨眼没入那广开的门户中 消失不见 之后 莲花瓣缓缓闭合 又恢复原先的姿态 乍一看 并无寻常 可若是精通仙镇的仙镇师在此 一定能看出 莲花岛守山仙镇之玄妙 绝非凡俗 光芒一闪 赵放等人便来到莲花岛之上 足有千丈庞大的麒麟角龙马 也化作一头三丈大小的龙马 缓缓落在地面之上 见过风雨前辈 不少散修 以及其他选择来散修联盟挂靠的强者们 看到任平生出现 都恭恭敬敬前来见礼 哪怕任平生多么放旺不羁 多么没有高手风度 不管怎么说 都是化神级的大能 大能不可辱 嗯 任平生随意点了点头 狂放姿态 倒是没有收敛太多 风雨前辈 天肥前辈 独驼前辈 蝉娘前辈 早已驾临 正在去异殿等您过去一世 一个长老模样的 英殿九重中年男子 上前恭声道 他的话 在人群中引来一片惊呼 因为 他口中的那几位前辈 可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都是化神级别 且在山海界拥有赫赫威名的强者 往日三山采药大点开启 散修联盟最多也只是派出两尊化神大能督战 此次 静一下子出动了四尊 而且 这并非是全部 根据一些隐秘消息 三山此次出动的强者 几乎占据宗门一半力量 化神强者都有十几尊 真要按照这个阵仗体配 再修联盟接下来 肯定还会派遣强者前来 只是 让他们不解的是 此次三山采药大点与以往到底有何不同 竟让个大势力如此重视 他们等多久了 两天 才两天啊 那就让他们再等等 任平生随口道 人群安静 中年长老也是苦笑 任平生的倦狂那是出了名的 也只有这种狂人 敢让三位化神大能等他 风女前辈 中年长老想到三位前辈的交代 苦涩一笑 硬着头皮 想要再说些什么 任平生却带着龙马 直接走了 留下中年长老一人站在狂风下凌乱 同样凌乱的还有照放 我靠 把我带到这里 就这样一言不合扔下了 任平生总算还有些良心 走了没几步 转头冲那位中年长老道 对了 这几个人你安排下 挂靠在我名下 说完 施施然离开 场上不少人的目光 从任平生身上收回 放在照放几人身上 能得任平生亲自交代 此人到底有何本事 当察觉照放羞为只是玄丹静时 大多数人脸上 都露出戏谑嘲讽的神情 心中暗骂任平生是不是瞎了眼 这种炮灰级的小人物 值得他亲自交代 当然 人群中不乏一些心思通透的家伙 并不小觑照放 可打亮了片刻 也实在没看到照放的闪光点 不由怀疑 自己是不是太看得起照放了 我叫于成风 敢为小友如何称呼 第2233章再见凶真 简单寒暄之后 于成风带照放一行人前去登记 路上自然免不了对照放旁敲侧击 想知道他与任平生有何关系 竟让对方亲自交托 只是酒友 照放据实相告 其实 真正意义上来说 他这个连对方酒坛都没碰过的家伙 连酒友都不是酒友 于成风觉的惊异 心中并未完全相信 任平生生性洒落 放旺行骸 在酒桌上接食朋友 的确不论对方羞为 可那也只是以酒会友 交情很淡 能让任平生亲自交代 且挂靠在他名下 又其实酒友那般简单 可随后 他继续旁敲侧击 也没得到其他有价值的情报 当看到醉醺醺的玄音童子时 他微微挑了挑眉 可是喝了风雨前辈的醉评声 当得到确认后 宇成风的神情变得很复杂 有佩服 也有一丝羡慕 怎么回事 赵放觉得宇成风表情有些古怪 呵呵 你可能不知道 风雨前辈的醉评声 乃是他亲自酿造的成名仙酒 酒如其名 喝下去后 很有可能一辈子就醉生梦死 无法醒来 听到这话 赵放微微挑眉 此酒之威 的确有些超乎他的想象 若仅次于次 宇成风又为何会羡慕 若能醒来 定然受益匪浅 不说洗毛髮水脱胎换骨 此生修为必定是勇猛精进 一往无前 甚至可以突破资质的桎梏 寂生化神 于成风道 效果真有这么好 赵放一愣 于成风点了点头 旋即便见赵放一副血亏的表情 不由感到狐疑 妈的 见识不够害死人啊 早知道他那破酒有这种能力 不用他说 老子也要抢来喝 赵放心中懊悔 打定主意 再见到任平生 不说别的 先把那谈酒抢到手 点 对于别人来说 或许会醉生梦死 一辈子都醒不来 可自己是什么人 谦卑不醉 又岂会轻易醉倒 于成风不知道赵放此刻想法 若知道 一定会惊讶他的自信与大胆 于成风见询问不出太多赵放与任平生关系的信息 便不再询问 改口谈起莲花岛 他在散修联盟也是老资格了 三山采药大典都参加过数次 见多识广 一路下来 倒是为赵放科普了不少常识 于长老 你刚才说的天肥前辈 独驼前辈 蝉娘前辈都是什么人 尽管猜到 对方可能是化神强者 但了解并不深测 如今既然挂靠在散修联盟名下 自然要对散修联盟的强者 有一番简单了解 赵公子没听说过 因为任平生的缘故 于成锋这个应变九重的强者 丝毫没有小觑赵放的意思 反而一副同辈论交的样子 赵放摇了摇头 于成锋觉得古怪 但凡山海界修士 只要在外行走一段时间 都知道这名号背后蕴含的意思 赵放居然不知道 我明白了 赵公子此前一定是在某处动天福地苦修 今朝才下山历练的对吧 于成锋能想到的 也只有这个答案了 他做梦都不会想到 赵放并非山海界修士 而是来自通天大陆这种蛮荒之地 赵放含笑不语 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可他这副神情 落在于成锋眼里 毫无疑问就是赵放承认的意思 不由笑了起来 耐心解释到天肥前辈 号称天肥郎君 实力约魔在化神初期巅峰的样子 擅长 一番讲解 让赵放对散修联盟这三尊化神强者 有了心得了解 让他惊议的是 天肥郎君 独妥老人 美禅娘 竟都是化神三重强者 放在仙道盟 那就是酒后层次的存在 仅次于盟主与四王 这等强者 在山海界定然是无比喧赫 难怪自己说不知道时 于成锋会是那番表情 谈笑间 一行人来到办理挂靠手续的临时大厅 有任平生开口 再加上于成锋亲自操守 这挂靠手续完全就是走了一个仪式 在登记姓名修为后 各自领了一个散修联盟专用的令牌 便算是完成挂靠距离大点开启 还有两天时间 这两天 就委屈你们一下 住在群修风 走出大厅 于成锋颇有些歉意道 莲花岛资源有限 散修又实在太多 单门独院这种高端配置房 自然早就分配给散修中的强者 照放来得晚 只能挤一挤大众房了 对此 照放倒是没什么意见 向于成锋表示谢意后 在一个散修馆室的带领下 就欲前往群修风 赵公子 围走几步 突然有人在身后叫道 声音带着几分凶器 但明显有些耳熟 回头看去 但见一个眸光瑞丽 气势不凡的中年男子 正笑望过来 凶真 于成锋有些惊讶 他是散修联盟的长老 自然认识昆吴山这位 凶名赫赫的公子哥 于长老 凶真冲于成锋微微点头 神情很平静 一副同辈论交的样子 对此 于成锋也只有苦笑 对方虽只是音变六众 但背景不俗 乃是昆吴山三王之一的凶黄的孙子 天生血脉非凡 将来极有可能问鼎化神 当然 若只是将来道也罢了 关键是兄真的真实战力 曾击杀过一尊音变八重 要知道 他斩杀音变八重时 修为还只是音变六众 如此越即而战的天才 值得他郑重相待 也拥有与他同等对话的资格 你来干什么 望着兄真那副强笑的面孔 赵放就想到昆元 想到当日离开听风水泄 那家伙肯定窥探到了 自己小巷杀人一幕 或者说 在那群人身后 极有可能是昆元的怂恿 对他们便没有太多好感 苛苛 我此来 是奉昆元大人之命 仅供此前去一无 兄真干渴道 若是以往 赵放敢对他这样说话 早一个大耳瓜抽过去了 但在见识过小巷之战后 他对赵放 便在没有半点轻视 彻底认同了赵放 没看见我正忙着 贵物什么的就免了 有事直说吧 第2234张 毛雨顿 与成风心中暗惊 觉得赵放太猖狂了 兄真那可是 大名鼎鼎的胸黄的孙子 前途远大 不看僧面看佛面 哪怕胸尾比兄真高 也不敢在他面前摆谱 可眼下这位主 不仅对兄真毫不客气 还这般随意仿佛呼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家努 让他心中不经为赵放拟了一把汗 兄真的脾气可并不多么柔顺温讯 而是暴裂兄弟但令他意外的事 遭到赵放冷言冷语 这位一向脾性暴裂著称的兄真 罕见的没有动怒 反而露出一丝让鱼乘风毛骨悚然的笑容 终着赵放含笑道 我家大人说了 若赵公子时无繁忙无法抽身 可以不用去 那好 再见 赵放挥手 准备离开 兄真嘴巴张了张 没想到自己这么不被待见 本来大人托我带给公子一样东西 东西 在哪 给我看看 赵放树然出现在兄真面前 出现之突兀 连兄真都没反应过来 兄真唇叫苦笑 取出昆元让他交给赵放的东西 竟是一口大黑锅 赵放那张脸 顿时黑得跟锅底一样 胸针在耍赵放 连于成风都有种这样的错觉 然而 赵放仔细打亮了一眼 突然笑了起来 一把抢过大黑锅 道 好 我收下了 替我谢谢你家大人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 大黑锅其貌不扬 却隐隐散发出一股极强的妖气 赫然是一头大腰的骨骼制作而成 而且 很有可能是以防御力著称的玄规的龟壳 因他在黑锅上 隐约看到了一道龟文 没了 望着一副土匪模样的赵放 胸针嘴角抽出了下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赵放 那再见 这次 胸针没再开口 东西已经送出 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开口 本想询问赵放 小巷之战 赵放到底施展了什么手段 可如今这副局面之下 他想问 也不见得能问出各所以然 凶道有 于成风不想胸针显得太尴尬 却不知道 他的存在 就是胸针最大的尴尬 毕竟 自己吃别的一幕 于成风从始至终 全部进收眼底 哼 胸针略有些警告性地 扫了于成风一眼 拂袖离去 于成风很受伤 他明显成了胸针的出气筒 但他不是常人 很快便平复心绪 望着赵放等人离去的身影 目光略过一抹一色 看来 这个赵放不简单啊 不仅被风雨剑看中 连坤无山的大人物 似乎也很看好他 于成风突然发现 自己将他们随便安置在群修风 此时有些随意了 想到这里 他回到登记大厅 与负责安排住宿的长老商议一番 在赵放尚未赶到群修风时 亲自追来上来 带他去了一处风景秀眉 先运气息弥漫的洞府 赵公子 我就不打扰你修炼了 两日后大典开启 祝你收获满满 安置妥当 确认没有问题后 宇成风向赵放告辞 连台洞 赵放抬头 望着洞府的名字 不由惊讶 莲花岛外形宛如一朵争玉盛开的莲花 莲台便是这朵莲花的根本 也是岛上除雀莲伴之外 鞋少的洞天伏地 呵呵 看来兄真这一趟还真是来对了 赵放笑了笑 他虽对住的地方没什么要求 但相比于跟其他修饰几人 多演杂的群修风 他更喜欢住在这清幽的连台洞 连台洞内很大 也说他们五人 就算在多十倍 也是轻轻松松 进入洞府 开启莲花洞 手动仙阵 此阵微能中等 不算太厉害 也并不平庸 勉强能应付绝大多数应变境 有人在家吗 一切准备妥当 赵放正欲开始修炼 洞外传来一道书框的声音 谁啊 赵放听出声音有些耳熟 透过仙阵看去 发现一个骆驼剑客骑马 守在阵外 正是任平生 他来干什么 赵放狐疑 让围龙上来 脸上充满疑惑的百花沙等人 安心修炼后 赵放开启仙阵 走出连台洞 你小子运气真不错 刚来莲花岛 就能混进这种洞府 任平生戏谑的道 您这种前辈高人来找我 该不会就是为了打去我的吧 赵放翻了个白眼 哈哈提的当然不是 我是来请你喝酒的 赵放扭头就走 任平生叫道 好了好了 要说正事了 赵放顿住脚步 狐疑看了任平生一眼 那目光好似在说 你还能有什么正事 目光蕴含的意味 差点没把任平生鼻子气歪 没好气到 本来担心你挂靠在我名下 贵被其他化神大能的徒子徒孙欺负 现在看来 是我多虑了 说完提起马江 就要掉头 呵呵 刚才只是跟前辈开个玩笑 前辈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 赵放蓝在麒麟角龙马前头 任平生气闷 这家伙难道不损自己 就说不出人话 给你 别死了 丢给赵放一柄巴掌长的短见 任平生也懒得再跟赵放废话 提起马江 麒麟角龙马腾云驾雾 转眼消失 靠 跑得比兔子还快 至于吗 望着消失的无影无踪的任平生 赵放嘀咕了一句 很快 他目光落在任平生给的巴掌长的短见上 剑柄上有三个雷光之城的小字 雷击剑 这是一剑雷道仙气 紧紧握着他 就能感受到 他的锋芒与霸道 肆意投暴龙 欲要吞噬一切想要掌控他的人 不错 赵放眼睛一亮 任平生这次出手倒是大方 这柄雷击剑的威力 少说也是一剑六品上等仙气 甚至 很有可能是神火淬炼失败的准七品仙气 虽然与六品上等仙气只高了一个小等级 威力却不可同日而喻 若把雷击剑融入原因 以他来催发纵横路杀剑术 单凭这一招 足可立足应变境 说着 他突然笑了起来 昆元送我归文黑锅 任平生赠我雷击剑 一顿一毛 这两人莫非早就商量好了 点 对于二人送自己这份大礼 赵放想了想 没有想透 隐约觉得 应该与藏风骨剑有关 第2235章葵狼的挑衅 回到洞府 赵放开始闭关 他准备在大典开启之前 将雷击剑融入原因 增添战力 不管昆元任平生到底想要自己做什么 都需要强大实力支撑 他清楚 在接受任平生邀请 挂靠在任平生名下参加采药大典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陷入散修联盟各大化神强者 乃至与三山仙道盟其他化神大能争杀的漩涡之中 真要到了生死关头 昆元任平生不一定能帮到自己 能救自己的 也唯有自己 雷击剑蕴含的雷性吉盛 本身又是一件准七品仙器 哪怕赵放原因强悍 想在一两天内成功融合 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操之过急 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准七品仙器 果然不俗啊 赵放睁开双眼 眼眸金光意义 索性 任平生对自己没有的歹意 雷击剑中没留下特殊印记 也无钱主人的气息 否则 他要抹去这些气息印记 要花费的时间 就绝不止这一两天 原因盘息 双手续按雷击剑 正一丝不苟的炼化者 已然不需要赵放在操控 但想要将雷击剑融入自身 连有个十来天 估计也不现实 赵放定了定心神 又取出龟纹黑锅 出乎意料 炼化龟纹黑锅的速度 比炼化雷击剑要快上许多 仅仅花费了一天半 龟纹黑锅便与他融为一体 一惊催动 周身便会出现一口大黑锅 将他的四面八方全部照住 防御力方面 可硬抗十多个 阴变九重的联手突袭 尝到甜头的照放 甚至在想 要不要继续敲昆元任平生几笔 转念就放弃了 单单是这两件宝物 他想要如必驱使 都要耗费不少时间进行磨合 若再多上几件 对他而言 并非好事 宝物再进步再多 即便满身都披挂着准七品仙器 若不能发挥他们的威力 也不过是行走的藏宝库 被人盯上 最终成全别人而已 雷击剑 龟纹黑锅 诺雷斧 纵横路杀剑术 唱鬼朱心盘 万寿无疆 照放为将要开启的大典 整理着宝物与仙术 弓弓踢的 腰间领牌震颤起来 散出明黄的光芒 那是散修联蒙发的身份领牌 临时探入领牌 便听一道浩渺沧桑声音响起 三山剧 大典开 有参加三山采药大典的弟子 都前去穷顶峰报道 那一煞 但凡领到身份领牌的弟子们 都豁然起身 公子 玄英童子醒了过来 眸光溢溢 灿然声辉 举手投足 都散发出一股自信气度 照放看了他一眼 不由笑了起来 玄英童子的修为 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跨入鹰变七重巅峰 距离鹰变八重 也不过一步之遥 最平生 果然不凡 照放暗暗吃惊 大典正好开启 你醒的正是时候 走 大手一挥 洞府开启 照放百花沙玄英童子一行人 于观而出 拜见赵公子 小的凤于长老之命 带诸位去穷顶峰 刚走出洞府 一个阴殿三重的青年 立刻迎了上来 攻身到穷顶峰 位于天穷山之顶 是一片纵横数万丈的平地 极为广袤 当照放赶到时 穷顶峰上 已然是人山人海 来自各大势力的强者 来自散修 都是层出不穷 若没有人专门带路 照放想在茫茫人海 找到散修联盟所在 定要花费不少时间 散修联盟区域 规矩了数万人 大都是青年模样 修为在元英初期 到英变中期不等 其中 大部分都是元英静 英变静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呵呵 赵公子来了 于成峰本来在安排事项 见到赵放出现 律师迎了上来 笑咪咪开口道 给予长老天麻烦了 赵放抱拳感激 于成峰这个人 是有点小势力 处事方面却是十分周全 这次又派人亲自带路 免了自己不少麻烦 于情于理 也当得起他一次感谢 呵呵 赵公子不怪我没有亲自带路 我已然十分感激了 您这个感谢 我可承受不起 于成峰半开玩笑道 其他散修们纷纷看来 打亮着赵放 想不明白 这样一个玄丹修士 有何值得与成峰命眼相待 但当瞄到玄英童子时 却是脸色一变 阴变七重 不由暗暗心惊 阴变七重 放在此次参选的散修联盟中 那也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此刻 居然如同仆人般 跟在赵放身旁 这让不少人猜测赵放身份同时 也对他生出羡慕与嫉妒 甚至隐隐带着一丝仇恨 散修出身的人 对于大势力出身的公子哥 一般都有一种心理上的自卑与仇恨 这种仇恨 与现代世界的仇富心理一样 多半是吃不到葡萄 却嫌葡萄酸 与成峰与赵放谈笑了几句 转身继续忙活 赵放在人群里瞎转 敏锐察觉到 四周修士望向自己目光 带着几分敌意 对他的到来 因因有几分排挤的意思 得 小爷就这不受人待见 赵放眉头一挑 冷笑一声 这群人想排挤他 却不知道 赵放也并未打算 要跟他们沆瀣一气 随意找了一块巨石 盘坐下来 玄音同辞与百花杀意左一诱 固在他的身侧 饶视赵放想低调 可身旁两人一个修为强绝 一个美艳动人 扎眼无比 根本低调不起来 杀意 赵放只觉几倍一凉 转头看去 但见茫茫人海中 一个体型异于常人 应是狼固 七眼凶暴 一脸我不是好人男人 正冷冷盯着自己 见赵放望来 那男子争鸣一笑 中赵放比划了一个 斩首的姿势 挑衅因为十足 那家伙水啊 赵放面无表情 他的内心 并不如他表面上那般平静 刚才 他隐约捕捉到对方的 羞维波动 应变九重 严格意义上来说 自己似乎并未见过那人 怎么会对自己 有这么大的敌意 全英童子扫了几眼 脸色略有些变化 道 那个家伙 好像是仙道蒙白妖猴 坐下的葵狼大将 第2236章大典开启 葵狼大将 仙道蒙也有这种编制啊 赵放无声地笑了笑 想到了原始天宫的 108将 那108将 都是应变六重左右的强者 足足108尊 着实有些惊人 没想到 仙道蒙也有大将 而且 还是一尊应变九重的存在 这种级数的大将并不多 放眼整个仙道蒙 也不过二三十人 全英童子也看到 奎狼对照放的挑衅 想到不知不觉间 就被这样一尊强者奠记上 他刚突破 应变七重的喜悦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审声道 他好像是此次七杀殿的领队 若他也进入药山 我们可就危险了 看得出来 对于这位奎狼大将 全英童子很是忌惮 甚至隐隐有些惧意 这种感觉 在他面对同为 应变九重的 七杀殿副殿主管虎时 却从未体现出来 不用玄英童子赘言 照放也能感受到 奎狼的确很强 与父殿主完全是 两个层次的存在 不过 自己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揉捏的 管他是奎狼还是土狗 若敢来杀我 那就先杀了他吧 照放打定主意 进入药山后 先下手为强 玄英童子苦笑 事已至此 这是最好的办法 他了解奎狼性情 就算躲着 也难逃对方的追杀 与其归缩 为手为脚 倒不如先干掉他 而且 他也相信 照放有这个实力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三山强者入场 先到蒙强者入场 出乎照放预料 此次现身的 并不是想象中的 王级强者 只是一些 化神三重的存在 甚至 连任凭生 昆元都没出现 奇怪 昆元难道不打算 进入药山 应该不会 他不会放弃 藏风剑背后的秘境 跟昆元几次接触 照放隐约感觉到 昆元对于 那所谓的秘境 是一副 是在必得的姿态 怎么可能 亲眼放弃 凶真 他目光围动 在昆吾山 众多参选弟子中 发现了身材 高大的凶真 此刻的凶真 深周十数丈范围 空无一人 昆元并不在他身边 奇怪 照放挑眉 刺察觉到了 照放目光 凶真回头望来 对立的目光 刺撕裂了空间 一下子刺入 照放眼帘 令他心头一领 这不是凶真 照放目光一凝 凶真虽然强悍 但也无法让人产生 这般强烈的压迫感 而且 此刻凶真望来的目光 隐隐有些熟悉 难道 照放陡然想到了什么 凶真见识照放 也是一愣 旋即冲 他笑了笑 便转过头去 照放眯起双眼 内心如海翻涌 三山采药大典如期举行 参加大典的 基本可以涵盖在这三山 仙道盟 散修联盟这五个势力里面 三山一同海界 仙道盟执山界众势力之牛尔 都是大老级别势力 四大势力参选人数 加在一起 足有近十万人之众 再加上鱼龙混杂 人数第一多的散修联盟 此次参加三山采药大典的修士 足有近二十万人 这些人 最弱的都是原因 没有一个玄丹 看得照放暗暗则舍 这山海界的底蕴 倒也非凡 竟能一下子凑到二十万原因 这二十万原因 修士随便拉出一个 都能称霸通天大陆 人员到齐 三山仙道盟强者先后致辞 供选出的裁判 做采药规则陈述 规则与以往大同小异 没有任何限制 胜者为王 就差没亲口说互相残杀了 但拿负态度 明显是在鼓励台下的众人 规则陈述完毕 天空传来 隆隆巨响 穹顶峰上空盘绕的浓郁雾气 像是被一柄剑斩中 向两边倒卷开来 与此同时 一根部之何处倾斜而来的飓风 横倒在穹顶峰前方 飓风通向遥远世界的尽头 没有人能看穿 开始吧 有化神强者开口 三山修士率先动身 向着飓风掠去 当身形掠入飓风中部 便会有雾气笼罩而来 将他们身影淹没 刹那间 这群人的气息 便消失了 宛如不存在于此界一般 到了真正的药山吗 照放眯起双眼 对于这一点 倒不以为意 很快就轮到散修联盟 修士成群结队 踏上飓风扑就的道路 在雾气中消失 这是随机传送 大家最好距离近一点 或许会传送的相近一些 照放贴头看了 眼玄音童子百花沙二人 百花沙直接挽着他的手臂 照放不是正人君子 也没有做怀不乱的定力 历时被刺激的不轻 妖精 老实点 照放翻手在百花沙屁股上 拍了一巴掌 尚未体会 臀波传递回的快感 身形便被浓郁雾气笼罩 接着 四川透万水千山 来到了一处 恍如人间仙境的地方 云霞出生 仙灵气息浓稠 化作一团团雾气 散落在这片天地的四面八方 他站在一座孤峰上 急梦远眺 近看不到边际 隐约看到 无穷云海翻涌而来 气象壮阔 看来 还是走散了 他身旁空无一人 连先前险些 与他和二维一的百花沙也消失了 内心对他不免有些担忧 他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 百花沙修为不弱 只要不碰到应变中期的强者 基本上没人能威胁到他 定了定神 又看了看四周 照放喃喃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药山 他四下张望 除了玉葱的青山古树 一株林草都没看到 于想象中的药山 出入极大 正死两间 一股山风刮来 夹杂着一股奇特的药箱 扑面而来 随一闻一闻 他有种毛色顿开 大扯大雾的感觉 有仙草成熟 哈哈 我的运气真是不错 照放辨认出药箱的来源后 大笑几声 大塌不赶了过去 或许十乐极生悲 才走了十几步 一道道宛如怒雷般的吼声 从雾矮中传出 一股极为强横的凶煞气息 宛如一张大网 直接锁定了照放 第2237张 子脚狂雷熙 口踢的 吼声自雾矮后方传出 照放顿住脚步 定睛看去 劈里啪啦 一道手臂粗的紫色雷电 宛如一道惊鸿 瞬间撕裂层层雾矮 降临照放头顶 当面劈了下来 龟纹黑锅 照放心神一领 毫不犹豫催动 刚炼化的龟纹黑锅 一口黑色大锅出现生前 将它盖在下面 咚 龟纹黑锅发出一道闷响 锅体震颤了下 有符纹闪烁了下 很快恢复如常 但刚才那一击的威势 却让照放心惊肉跳 险些害怕龟纹黑锅撑不住 靠 照放破口大骂 老死怎么倒霉 刚进入药山 仙草一根没看到 就遇到这么凶悍的云兽 单平方才的一击 照放估摸着 出手云兽的实力 最少也是六品上等 甚至 很有可能是一头准七品云兽 咚咚踢的 地面宛如谷面震颤了数次 一股极具压迫性的气息 如海浪般 不天盖地涌来 照放裹着和龟纹黑锅 身形暴退出百丈 将龟纹黑锅在身前凝成一 面板人高的盾牌 打眼看向对面 这才看清偷袭自己的家伙 赫然是一头三百米长 浑身覆盖着银色鳞片 闪闪发光 悠悠瞳孔透出无尽凶煞气息的犀牛怪 与普通犀牛不同 眼前这头犀牛 不仅体型巨大 连犀牛脚也异于同类 通体紫色 缭绕着丝丝电光 犀牛脚约磨三四十米长 鞋插在犀牛怪头上 像是一把鞋刺天穷的利剑 缭绕着紫色锋芒 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即便相隔千丈之遥 照放看上一眼 又跳的感觉 妈的 照放脸色彻底黑了 这头犀牛给他的压迫感太强了 明明只是六品上等云瘦 危险程度 几乎比肩一般的化身强者 你为何这么强 照放郁闷无比 嘿 运气不错 是此脚狂雷熙 一道声音 从照放胸口响起 紧接着 他胸口发光 一团巴掌大的人影 从他胸口飞出 落在他的肩膀上 赫然是沉睡了许久的小精灵 被照放以浮灵醒魂连喂养后 小精灵当时变醒了 为了不浪费浮灵醒魂连的药力 他又加深炼化了一次 直至进入药山 方才彻底炼化成功 苏醒过来 灵魂凝炼不少 照放瞥了他一眼 有些惊讶 呵呵 入亏了你的浮灵醒魂连 小精灵心情似也不错 两人这番目中无受的态度 彻底将此脚狂雷熙激怒 他抱吼一声 脑门上的犀牛脚闪烁电光 三道手臂粗的紫色雷电 拖越着十数杖的紫芒 瞬间破禁照放 龟纹黑锅瞬间增高 宛如一堵黑墙 将紫色雷电全部拦下 砰砰 龟纹黑锅巨颤 其上符纹闪烁得更加明亮 疑 小精灵盯着龟纹黑锅化作的黑墙 有些惊讶 疑什么疑 先解决紫角狂雷熙再说 照放道 你确定 这头紫角狂雷熙可是拥有 先受紫雷烈焰熙的血脉 虽只是六品上等 可难缠程度 堪比一些半步化神大能 靠 你不早说 骂了一声 照放转身就走 他虽有自信 不若与此角狂维系 却不愿意在他身上消耗太多底牌 真要与其拼杀 最好的结果 也是两败俱伤 对他这个出入药山的家伙而言 并不划算 其实 他有个弱点的 小精灵盯 照放丝毫不停 他早就习惯了小精灵的尿性 即便有弱点 肯定也有棘手的限制 果不其然 小精灵继续到 头顶的犀牛角 是他力量的源泉 若能砍下来 剩下的 就是一个活靶子 说了等于没说 这此角狂维系 明显是极难缠的攻守一体云兽 整体防御力 怕是一些六品防御仙气都比不上 再说 你都知道犀牛角是他弱点 他难道就不知道 不会保护好 照放摇头 小精灵说的容易 真要去做 最终倒霉的 恐怕还是自己 既然如此 那你最好不要激怒他 什么意思 紫角狂雷西越是暴怒 犀牛角发出的紫电威力就越强 你妈 照放脸都黑了 怎么了 好想也拥有这种血脉 小精灵历时无语 不过 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望着身后追击而来的紫角狂雷西 照放目中闪过一道金芒 他身在工风之上 被追杀这片刻 已然逃到牙畔 牙下云山雾绕 看起来心韵非凡 可牙下时不时传来的兽吼声 却让他心惊肉跳 因为 那些兽吼中 有不少云兽的气息 丝毫不弱于紫角狂雷西 被一头紫角狂雷西追杀 已经很狼狈了 若被一群这样层次的云兽追杀 他就算有十条命 也不够死的 为金之计 只能拼一次 爱听才会赢 妈的 这特么不是仙山吗 怎么这么多强大的云兽 这样的话 以前那群采药的家伙们 还能活着离开 真特么是走了都是运 在山采药大典举行了上百次 每次参加的人数 都有十数万之众 最终 活着走出药山的 足有八九万 比例还是很高的 可按照眼下的环境 就算是十来个音变九重强者在此 也不够未允售的 实在想不明白 这群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师尊好像说过 药山有大机密 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还有更深层次的空间 那里的仙草莲化神大能都要心动 小精灵道 这话 让赵放心中一动 莫非 这药山也分内外 他越想越觉得很有可能 我好听的 这时 此角狂雷西以雷霆环绕周身 增强速度 瞬间穿过数百丈 眼看那庞大的身躯 就要撞在赵放身上 将其撞成肉泥 管他们的内外药山 当物知己 是先度过眼前难关 他定了定心神 反手取出藏锋骨剑 连环先进之力涌入骨剑 增天其风 直接斩向此角狂雷西 哼 扑吃 出乎他的预料 藏锋骨剑与紫色雷电碰撞的那一刻 生生斩碎了紫电 不仅如此 锋芒的剑刃 在触及此角狂雷西肉 山般的身躯时 竟直接斩了进去 第2238章凶残的小精灵 吃 原本防御惊人的犀牛甲 在藏锋骨剑面前 竟如同豆腐斑脆肉 被轻易撕裂 藏锋骨剑的锋芒 生生斩掉一大块 此角狂雷西的犀牛肉 我无踢的紫角狂雷西吃痛 仰天咆哮 那对凶残的眼眸中 露出震惊神情 显然也没有料想到 这个看似弱小的人类 竟能伤到自己 事实上 就连照放自己也没想到 藏锋骨剑与连环先进联合后 威力竟如此强大 当然 关键还是藏锋骨剑 在吞噬大量先进后 藏锋的锋芒之盛 足以横扫六品境界所有云寿 哈哈贴个漂亮 奔犀牛 老子这次要斩掉你的犀牛脚 砍断你的四肢 将你咽起来 吃掉 赵放挑衅大笑 此角狂雷西本就暴怒 闻言 更是怒不可遏 犀牛脚发出的紫色雷电 都比先前粗了一圈 威力也强出不少 赵放却不与此角狂雷西硬拼 采取游斗战术 攻击他身体其他位置 他倒是想斩掉犀牛脚 但此角狂雷西不傻 在剑识到藏锋骨剑的锋锐后 便催动大量紫电缠覆犀牛脚上 根本不给赵放靠近的机会 就这样 赵放不断激怒着紫角狂雷西 让他放肆地宣泄着自己力量 同时以藏锋骨剑 在他身上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片刻的功夫 凶狂暴躁 不可遗失的紫角狂雷西 背展的伤痕累累 愈发的愤怒恐怖 可却碰不到赵放丝毫 他快撑不住了 脚精灵一直冷静地观看着 此刻才开口 这时紫角狂雷西四世愤怒到了极点 不计代价也要斩杀赵放 竟不惜催动犀牛脚内大半的紫色雷霆 欲要来一个大范围的杀招 灭掉那令他躁闷的虫子 快退 脚精灵面色一鸣 提醒到 刹那间赵放取出章盾空服 贴在四肢 瞬间激发 身形远盾千里 轰 几乎在他退走的一瞬间 以紫角狂雷西为中心 一朵盛大的紫色蘑菇云 在滚滚雾矮中 震颤声腾 传响八方 甚至 就连弓风都被紫角狂雷西这一招批的倾斜不少 刺目且惊人的紫电气息缓缓消散 一切恢复如初 赵放抽身返回 一眼看到 先前交战位置 出现了一个方圆三千丈的大坑 大坑边缘 躺着血肉模糊的紫角狂雷西 他还没死 哪怕硬抗了自己的攻击 也还吊着一口气 喝 自己把自己弄残了 赵放围绕紫角狂雷西转了一圈 表情有些古怪 这么傻的犀牛 老子还是第一次遇到 紫角狂雷西瞪大双眼 显然没想到 自己拼命发出的杀招 居然都没轰杀赵放 眼中满是不甘雨愤怒 好了 看在你这么傻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痛快吧 刷 藏风骨剑斩向犀牛角 当 出乎预料 藏风骨剑被挡了下来 与牛角撞击中 火星喷剑 我去 赵放等向小精灵 你不是说 犀牛角是紫角狂雷西全身最脆弱的地方吗 按当才那一击的威力 披在紫角狂雷西其他位置 铁定式皮胎肉绽 可斩在犀牛角上 却是毫发无损 生生挡了下来 防御力之强 让赵放暗暗则舍 你的方法不对 脚精灵翻了个白眼 犀牛角也有软肋 只有斩在软肋上 才能不用费太大力气 就把犀牛角斩下 吼听的紫角狂雷西挣扎起身 一方面 是源于对赵放的仇恨 要来灭杀他 另一方面 则是不甘心坐以待毙 还是老实躺着吧 连环先进化作巨手 猛个暗下 生生将当欲站起的紫角狂雷西 一下子暗进地面 牛头不断与地面摩擦 这并不是连环先进有多强 而是紫角狂雷西刚放完大招 本就处于虚弱阶段 加上先前伤势 处于受生罪虚弱阶段 哪怕不是连环先进 普通阴变八重强者一掌 也能将他拍到 刷 紫角狂雷西倒地的那一刻 见光一闪 绕着犀牛角飞了一圈 失 那跟三四十米长的犀牛角 猛地脱离紫角狂雷西脑袋 自行飞了起来 好踢的 紫角狂雷西疯狂咆哮 声音有恐惧 也有暴怒 犀牛角是他一身力量的源泉 若时丢失 他的实力 将会跌倒谷底 被其他凶悍的云兽吞噬 这种事情 他绝对不允许 陪你玩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结束了 照放望着扑杀而来 紫角狂雷西 眸光一片冷冽 双手握起藏锋骨剑 悍然迎了上去 斩 刹那间 照放人剑合一 整个人冲入紫角狂雷西的身体 在一道冷裂剑光闪过的瞬间 从他后尾扒处杀出 紧接着 扑扑 尖血如冲垮河地的洪水 自此脚狂雷西身上喷出 他那庞大的身躯 缓缓分成两半 分别砸了下来 藏锋骨剑的最后一击 正是将他身体从头贯穿到尾 直接劈成两半 哭 照放欲学而立 感觉似被抽空了全身力量 再也提不起半分力气 这一战 他看起来轻松 实际上 也是凶险无比 稍有不慎 就会被紫角狂雷西拍死 双方差距毕竟太大 若非藏锋骨剑 若非连环先进 仅凭他天品原因 恐怕也只有淘的份 紫角狂雷西的血可是好东西 经常沐浴磁血 有一定几率觉醒紫角狂雷西血脉 还有他的肉身 再要煽进人多年 肉身经过改善 吞食的话 怕食不下于一些丹药 小精灵提醒道 靠 我怎么发现 跟你比 我简直人畜无害啊 赵方笑了起来 小精灵这处事方式 实在太凶残了 不仅取了紫角狂雷西的牛角 还要沐浴其血 吃其肉 只凶残到了极点 我这也是物尽其用 就算你我用不到 留着 以后也会有用到的地方 对此 赵方也很赞同 毕竟 要山内的云兽 可固是外界那些云兽可比 将紫角狂雷西脱拽至开辟出的储物空间后 赵方抓起犀牛角 感受其内惊人的雷霆之力 突然眼睛一亮 第2239章菩提悟道术 犀牛角蕴藏的雷霆之力 被紫角狂雷西挥霍大半 即便如此 犀牛角剩余的雷霆之力 也是极为惊人 赵方不是紫角狂雷西 得到犀牛角 也发挥不出犀牛角的真正威力 所以他在看到犀牛角内如此浓郁的雷霆之力后 讲的第一件事 就是六品洛雷仙符 那是斩杀鬼路所得 属于半成品 严格意义上来说 此幅并未制作完成 若能融合大量雷霆之力 未必不能达到七品仙符的水准 倒是可以试试 赵方收起犀牛角 无论是把雷霆之力从犀牛角内抽出 还是融入洛雷仙符 都不是一个简单快捷的过程 他需要大量时间 先前一番大战 声响颇为惊人 估计早已惊动其他云兽 他要趁着那群云兽尚未来到之前离开 然后寻觅一处安全所在 在慢慢制作七品仙符 临走之前 还要确定一件事 赵方灿灿眸光 透过一层层稀薄的雾气 似看到那隐藏在无穷木外后的景象 隐隐 似有一株仙草迎风招展 散发着起敌心智的香气 赵方猜测 此角狂雷熙会出现于此 多半与迷雾后的那株神秘仙草有关 顺着香气缓缓前行 似中雾矮刚一靠近 就被他身上静气扑散 他身中数十丈范围形成一片真空 唯有一丝一毫的雾气渗入 随着靠近 那股起敌心智的香气越发浓郁 不自觉间 赵方都有肿身陷其中的感觉 棘手心神 小精灵喝道 眸光凝重 瞳孔深处 却跳跃着一丝期待 稳住心神 赵方继续前行 唯有任何的阻拦 片刻的功夫 就来到那株仙草前 当看清他的原本面目后 赵方嘴角抽了抽 去你妈的仙草 谁特么见过这么粗大的仙草 出现眼前的 并不是想象中那风姿摇曳的仙草 而是一棵看似很普通的古树 古树盘根错节 生长茂密 本是普通的树叶 却散发着迥然不同的香气 赵方没看出端倪 他肩膀上的小精灵 确实愣住了 小眼中充满震惊 你怎么了 赵方眉头微挑 你认出来了 小精灵似反应过来 脸上的震惊化做浓郁的狂喜 大叫道 哈哈 老师 您看到了吗 是坚真有悟道术 这不是传言 是真的 小精灵抬头望天 大叫起来 好像在他目光所及的天空之上 正站着孔雀大明王一样 菩提悟道术 能帮助修饰觉悟 先到本源的至宝 没想到 竟然真的存在 小精灵越说越是激动 赵方不明白菩提悟道术这五个字代表的含义 但见小精灵都激动如此 要想定是一株起宝 当下来了兴趣 准备挖走 赵方 这次我们壮大运了 药山果然名不虚传 竟还有这等起宝 有了他 即便现在离开药山 也没谁比我们的生活更大 小精灵还没平复下来 依旧激动 赵方眼睛一亮 好奇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小精灵缓缓平复翻腾的心绪 组织语言 道 佛仙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一点 据说是佛家一位至强仙人 曾是一位世俗界的皇子 中年时期看破红尘 顿入空门 在短短万年不到的时间 从一个普通人 成为无数人敬仰的佛仙 赵方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那位佛仙 很强 师尊曾有幸追随过他一段时间 小精灵悠悠道 什么 赵方心中一惊 孔雀大明王 在他已知的仙界中 堪称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超强存在 这种强者 竟然曾经跟随过某人 实在难以想象 无法置信吧 说实话 当年师尊跟我说起这件事时 我的反应 比你更加震惊 小精灵笑了笑 但你不知道 师尊说起这段过往时 非但没有避讳 反而引以为荣 他甚至曾言 自己能达到化身层次 跟那位传说中的佛仙 也脱不开关系 赵方欲发震惊 瞠目结舌 道 那佛仙有多强 超脱此间世界的强悍 不是你我所能想象 小精灵声音带着几分敬畏 那等传说中的人物 光是想想 都让人生出无穷敬意 传闻 佛仙还不是佛仙时 曾在一个瓶颈困了三千年 险些有走火入魔的趋势 后来意外在一棵古树下盘坐 诵经四天 便意外突破瓶颈 随后 又在古树下修炼四十年 境界突飞猛进 一举正道佛仙果位 小精灵说这话时 目光一直盯着菩提物道树 赵方不是傻子 听出了端倪 难道 佛仙盘坐的那棵古树 没错 就是菩提物道树 小精灵兴奋的挥了挥手 此物价值之高 哪怕是仙道盟主 三山之主之类的强者 也要不计一切的抢夺 听到这里 赵方才意识到 自己竟走了如此大运 有种天下掉线饼被砸晕的幸福感 别高兴得太早 这株菩提物道树只是幼生阶段 远比不上让佛仙顿悟的那棵物道树 此树我也只是听闻 不懂移植之法 若只是前面半句 赵方未必会放在心上 幼生的菩提树 又不是不会继续生长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完全可以成长为堪比让佛仙顿悟的物道树 可若无法移植走的话 那就有些大条了 难不成自己还能一直守在这里 别开玩笑了 赵方摇了摇头 旋即又想到一件事 即便可以移植自己身上 似乎也没有可重述的地方 靠 赵方越想 越觉得郁闷 那种宝山在前 却无法取之分毫的郁闷 不对 赵方突然想到一物 他取出一颗青色珠子 珠体内有无穷灵木闪烁 那些灵木高大参天 宛如一片灵木世界 正是木灵珠 木灵珠不仅是东通木之本源世界的钥匙 其本身 也具备一定的储存空间 完全可以将菩提悟道树移植过去 而且 木灵珠木灵之气浓郁 非常适合菩提悟道树生长 正想着之际 四周突然传来大量兽吼声 第2240张 败家玩意 怎么回事 赵方脸色大变 确实在这些兽吼声中 感受到几股丝毫不逊色 紫角狂雷息的存在 单单是一头紫角狂雷息 就让自己凶险万分 运气大爆发 才将其斩杀 若实在出现几头瞳等存在 赵方也只有望风而逃的命 他们是被菩提悟道树的香气吸引而来 简单来说 与你一样 小精灵冷静道 从目前的距离来看 他们要彼此狂雷息万上不少 赶到这里的话 最少需要半炷香 在此之前 你必须将菩提悟道树移栽到木灵珠内 若实失败 那就功亏一篑 说到这里 小精灵的声音 也变得凝重许多 靠 这都是什么事啊 赵方并不怀疑小精灵的判断 当即贴近菩提悟道树 围绕他打算 寻找适合挖坑的地方 你在干什么 小精灵一副看智障的表情望着赵方 呃 挖走他啊 赵方一愣 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竟惹得小精灵这般比试 你傻啊 小精灵骂了一句 不知道宝物有灵这四个字吗 普通宝物都有灵 更别说菩提悟道树这种质宝 只要跟他交涉好 哪里需要我们动手 你不早说 赵方脸色发黑 这个丑可是丢大了 黑 别装了 我知道你听到我们的谈话了 现在 把你移植到一个更适合你生长的地方 你觉得如何 小精灵望着菩提悟道树到 菩提悟道树毫无反应 他像是对空气说话 这就叫有灵 赵方瞥了他一眼 小精灵面色微寒 却不是针对赵方不时抬举 看了他 文言 赵方无语 刚才还说要好好交涉 转眼就变脸了 心里这样想 可手头上并不慢 取出藏风骨剑 黑然凝笑地走向菩提悟道树 道友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一直装死的菩提悟道树 见装不下去 只好开口求饶 树叶婆娑 形成一个虚幻的男子的面容 只是 那模样 怎么看 都一脸的沧桑 跟小精灵口中所说的又生两个字 完全联系不到一起 磕磕 木类生灵骂 一般长的都比较着急 小精灵四看穿赵方的心思 干咳一声 道友 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何苦这般针对我 道友若愿意放我一马 我定有后报 悟道树道 什么后报 赵方问了一句 菩提树抖动着身形 不断有树叶落下 却没有落在地面 而是汇聚向赵方生前 这是悟道业 用来练丹或者泡茶服下 对于修行感悟 都会不小的帮助 算是我赠送道友的 悟道树笑道 赵方贴了眼玄在身前的近百道悟道业 又看了看之凡夜貌的悟道树 笑容冰冷道 在你眼里 我就这么傻 为了区区一百道树叶 放弃整个森林 见赵方便脸 菩提悟道树苦笑 连忙开口 道友想要多少 全部 还有你 赵方毫不犹豫到 道友未免太过贪心 菩提悟道树化为说完 就被赵方打断 少跟说扯这些没用的拖延时间 给你三西考虑 进入木林珠 或者被我砍掉 赵方扬起藏风骨剑 剑人透出的锋芒 令菩提悟道树眼角抽出了下 若非忌惮这把古怪的仙剑 他堂堂菩提悟道树 哪里会跟赵方废话 三二一 眨眼 三西过完 菩提悟道树还没有决意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替你决定吧 赵方面色居然一冷 挥动藏风骨剑 斩向菩提悟道树的根筋 竟打断将其栏根斩断 道友 得饶人处就饶人 何必苦苦相逼 菩提悟道树也变了脸色 一根根之叉 从茂密的树叶中探出 形成一层层藤条 将根筋护得死死的 你是人吗 赵方写了悟道树一眼 直接将他掖得无话可说 与此同时 藏风骨剑横斩而下 既若开山 哪怕菩提悟道树早有防御 在瞻道剑刃的刹那 那些支插都瞬间爆碎 不复存在 只一击 便粉碎了菩提悟道树的防御 然而 赵方脸上并没有流露出 太多欣喜的表情 菩提悟道树强悍的 并非是战力 而是自身对仙道的理解 当然 那种力量 也远非目前的菩提悟道树 所能掌握 换言之 此刻的菩提悟道树 在赵方面前 准确来说 是在藏风骨剑下 就是一头带宰羊 道友 接我手滑 我愿意听从你的号令 眼看赵方杀气腾腾走了过来 菩提悟道树也有些心慌 连忙开口 不需要了 现在 我想斩了你 赵方冷声道 悟道树都要哭了 没见过这样凶狠的人 自己都服软了 还想杀了自己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你才肯放过我 悟道树咬牙道 给我做一件悟道夜裙子吧 啊 悟道树愣住了 这要求也太奇葩了吧 就连小精灵也有些猛 做裙子 赵方不是一装体 他要裙子干什么 难道是送给别的女人 可这手笔未免也太大了吧 悟道夜 山海借千金难求的宝物 居然要制成裙子 若是传出去 只怕仙道盟主这等强者 都要亲自上门 一拳轰死赵方这个败家晚意 做不做 赵方凶狠瞪眼 做 做 直到如今 菩提悟道树也失认了 为了生存 哪怕赵方让他跳舞 他也会照做 不过 我现在还在成长期 悟道夜效果一般 若是再长大一些 制成的裙子 才有惊人的效果 菩提悟道树犹豫了下 还是映着头皮道 赵方沉着脸 那就先记下 来日 再追加一套 悟道树脸色一苦 只是陈树实情 居然又被剥削了 赵方取出木灵珠 光芒大放 冲着菩提悟道树道 自己进来 别耍花样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菩提悟道树原本是一连心不甘情不愿 可在感受到木灵中散发的纯正木灵气息后 双眸抖人一亮